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荷兰挪威最着急是要在2025年让店里全部出售新能源车 应法相对保守 计划推到了2040年 印度信心满满表示2030年就能全面进了燃油车 德国也想在这一年能源革命 好多车厂不答应 政府和厂商还在谈判博弈 即使推迟也不会太晚 不管中国定在哪一年 新能源汽车是大势所趋 工信部预计2025年会卖出3500万辆汽车 新能源至少要占到五分之一 不过去年中国的汽车销量是2800万 新能源只卖了50万 车企一边想让禁售令来得再晚一些 好在中国多卖点 一边意识到势不可挡 转而大力研发新能源 大众和江淮合作要在2025年 推出10款电动车及混动车型 奔驰要增加电动车品种 2020年以后 SMART只卖电动款 混动技术领先的丰田 也开始研究纯电动 宝马 路虎 凯迪拉克 可能有一天 兰博基尼都插着电线 试之车学院总结下 对于普通车主 禁售燃油车近几年不会影响太大 时间到了 原来的车也能跑十来年 而且电动车零件不那么贵 后期维修保养也相对便宜 只是到时候 你会不会想念涡轮发动机的轰鸣 想第一时间看这么多有趣的视频和漫画 快来关注试之车学院吧